大家好,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說說我套斬斧的配裝 這就達到120%啦 老實說我自己不是覺得很實用 不過我想嘗試一下 突破120%的會心率 究竟會有多會心 首先介紹我套斬斧 首先是重擊斬斧2 可以有三個限制強化 我自己只強化了兩次 這套斬斧其實是我的初期武器 但我也想拿回來玩玩 因為風龍力有中 還有滅龍瓶是420的龍屬性武器 如果大家玩斬斧怎會不看它的屬性評 還有這套斬斧原本已經有15%的會心 再下制強化兩次的話就有25%會心 其實我套裝加起來就有120%的會心攻擊 這套裝備其實是懶人專用的 因為除了頭部之外 也是滅盡龍的α裝備 頭部也是需要滅盡龍的材料去做的 護石方面達人護石3 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我們再出來看看我們的成套套裝之後 我們的攻擊力會變成760 接著會心率是55% 而我們的技能就有滅盡龍之飢餓 即是邊打可以邊回血 挑戰者非常棒 戰鬥中大型魔物發露的時候可以加回心 攻擊也是一樣 我特意移動到4% 因為可以加5%的會心 再看看挑戰者 有基礎攻擊加20% 會心加15% 弱點特效一定要有 因為打弱點的時候會加50% 精神斗數也需要 因為效果發動的時候有10%的會心 雖然需要內力計滿之後才會有 但一來講我覺得都可以放進去 始終懶人嘛 既然有就要他吧 還有就是看破的4 看破的4 其實我自己就是用達人護石 這樣升到3 4的原因是因為我插了石 看破也升到4 有15%的會心攻擊 挑戰者來說也是插了一顆珠 從4升到5 也可以幫助我們的攻擊力和回心增加 我的爆擊裝備配置就先到這裡了 後面也有我的一些實測的短片 包括一隻黏火龍和兩隻紅火龍 大家可以看看究竟效果如何 大家如果喜歡這套裝備 或者覺得這影片對你有一點幫助的話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按LIKE 多謝大家了 要賣ese pseudo 一詞 招繼續 五隻 五隻 下 五隻 不 letter 下 五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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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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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栋梁